从目前全球的情况来看 就是出现打疫苗以后又被感染 我们叫突破病例 它是一种常态 它并不是例外 那么但是需要强调的是 出现突破病例 它仍然是 我们看到病例的话 觉得有打疫苗的人 但是它仍然是打疫苗 这个巨大的人群当中 我们已经打了30多亿剂了 当中的少数 那么新冠病毒疫苗在全球 那是第一次在人类使用 所以很多的东西 还是数据在积累过程当中 那么临床数据显示 任何一款疫苗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保护效率的 但是总的判断 目前各种变异株 仍然是在我们现在的 疫苗的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么我们国家去年以来 采取的防控措施 也都是有效的 由于我们现有的防控措施 能够落实到位 疫苗接种 也是在全球是领先的 没有大规模爆发的现实环境 基于境内 大规模疫情的 在境外开展的 大规模疫情的国家 开展的真实世界研究 特别是像在智利 开展的1000多万人的 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科兴公司的 灭活疫苗 它的总体保护率 就是对所有的症状的 轻症的保护 在65以上 那么对预防重症 和进ICU监护病房 还有死亡病例的保护 分别高达87.5 90.3和86.3 那么这充分说明了 我们国家的疫苗 可以有效的降低 住院 症状和死亡率 那么现有的研究也显示了 全球各条技术路线的疫苗 对新冠变异株呢 保护率确实存在了 一定程度的下降 但是对 这种变异株呢 它仍然还是在疫苗的 这个保护范围 这个之内的 那么 特别是它的综合抗体 和保护率 还都是一定程度的 这个存在的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 这个致力的是1000万人口的 这个研究呢 那么 使用我们国家的 科兴疫苗有效 而这个地区呢 就是 伽玛变异株 流行为主的地区 那么虽然 很多国家的疫苗接种呢 率已经比较高了 特别是发达国家 那么但是在放宽 疫情控制措施之后呢 仍然都出现了 大幅度的疫情反弹 那么这再次说明了 疫苗接种 必须和 严格的防控措施并用 那么这才是防止 疫情反弹的 主要的措施 所以呢 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 接种疫苗之后呢 请大家继续维持 个人的防护措施 包括戴口罩 保证社交距离 和清晰指数等 好 谢谢